大家好啊 我是你们的朋友大野猫 今天呢 咱们得谈个硬事了 南朝鲜的委外交部长 朴镇 最近呢 接受美国的CNN专访的时候呢 提及到台湾啊 他呢 对台湾问题是大放厥词啊 他说呢 韩国高度关注台海的局势啊 说呢 中国呢 要保持克制啊 乱七八糟 一大堆啊 什么维护什么台湾的和平啊 什么民主人权啊 谈了一大堆 还有什么西方的价值观啊 这类的 然后昨天呢 外交部发言人 中国的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啊 这么说的 说台湾问题呢 是中国内政 不容他人智慧 如果韩方 需维护朝鲜半岛 或者维护半岛和平稳定 就需要尊重中国的主权 和领土完整 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审慎处理台湾问题 关键词是什么 半岛的和平稳定啊 这叫清晰明了 简单粗暴 直击要害啊 直击要害 为什么呢 韩国韩国外长啊 朴正说这话干什么 不就是为了转移内部矛盾 然后 然后呢 什么嘛 把中国的问题吵起来嘛 转移吵起来之后呢 反补一下国内的支持率 要么呢 跟美国绑定 然后要挟中国一下 得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嘛 中国怎么处理 直击要害啊 中国是直击要害啊 我问问大家 韩国人最关心的是什么 就是南朝鲜 最关心的是什么 我刚才说了 南朝鲜啊 他最关心的就是这个 最关心 韩国最关心的就是南朝鲜 明白吗 知道啥意思吧 啊 明白了 韩国最关心的是自己的生存 自己的生存权 他这个国家的合法性 是这个问题 中国是可以不承认的合法性的 中国不承认的合法性 他不就变成南朝鲜了吗 韩国如果变成南朝鲜 对于韩国本身来说 他的危险是非常非常大的 所以呢 韩国这个东西就是说 中国现在说直击要害了 这里边呢 有几个因素啊 今天有必要呢 跟大家讲一讲 也当科普了啊 让大家知道到底怎么回事 说韩国嘛 这个国家呢 有人说他是金丝雀呀 怎么着呢 金丝雀是什么 在区域相对稳定和平的情况下 大家都尊重自己主权的情况下 然后尊重一个贸易规则的情况下 他是金丝雀啊 如果啊 大家以主权为主 然后呢 双方都脱钩了 或者不信任了 或者开始对抗了 他就不是金丝雀了 他就是屎克浪了 明白了不 韩国就是一个屎克浪 不是一个金丝雀了 就这么回事 为什么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 中国的解放战争结束了没有 答案是no 没有结束 我再问你一个问题 朝鲜战争结束了没有 大家想想 朝鲜战争也没有结束 所以呢 韩国现在最关心的事儿啊 韩国最关心他自己的这个生存权 生存问题 他自己是掌控不了的 这个问题是非常非常大的 所以中国 外交部发言人直接了当 给他来个直接要害 半岛的和平稳定 他直戳什么 韩国人心里那块心病吗 就是说自己最关心的东西 他掌控不了 几个原因 头一个原因就是朝鲜战争没有结束 朝鲜战争没有结束 这个问题就非常大 1953年7月27号 板门店签字 他签的不是中战协定 他签的是停战协定 停战协定是什么呢 双方停火 然后军队后撤两公里 然后三八线流出一个四公里的一个 狭长地带 这么一回事 双方 双方这个朝鲜战争 他没有那啥 他没有中战 但只不过就是说 前线我停战了 就是这仗没打完 这么一回事 就僵在这了 知道吧 就僵在这了 当时签字方呢 有三个啊 签字方有三个 一边呢 是联合国军 联合国军当时的代表 不是克拉克吗 美军的美军将领克拉克吗 其实他代表的是联合国军 联合国军1953年之后 一直在南朝鲜 一直在韩国 包括现在加拿大 前些日子 去年记不记得 中国的战机 威胁 加拿大说中国战机威胁到他了 威胁到他了 然后呢 拿红外瞄准他 不就是在朝鲜半岛这边吗 在西朝鲜半岛这边吗 就靠着汉城 靠着人船这头吗 加拿大 加拿大也好 澳大利亚也好 埃塞俄比亚也好 菲律宾 比利时 就那17个国家参加那什么 参加联合国军的 他们在南朝鲜 就是韩国 一直有这个驻军的权利 一直有驻军权利 而且加拿大的军队 一直都在呢 一直到现在 一直到现在 所以呢 美国联合国军这一方 另外一方面 朝鲜人民军 朝鲜人民军代表签字呢 平壤的是金日成 到板门店签字 当时是南日大将 这么一回事 再有第三方 第三方是中国人民志愿军 当时是彭德怀 所以呢 但是南朝鲜的李承晚集团呢 没签字 但是没签字 无所谓 反对无效 反对无效 就是说他们当时签字的这三方 今天都还在 今天都还在 中国人民志愿军 也没有那什么 也没有结束 也没有完成的使命 在北京据说 还有一个办公室 里面好像有俩人 这么一回事 就说中国人民志愿军 这个办公室 现在还在 就这个牌子没摘 没摘的原因呢 就是 就是朝鲜战争没结束 他这么一回事 然后呢 1971年的时候 又出了个事 1971年10月25号 第26届联大 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 合法席位和一切权利 包括联合国 这个联合国 联合国常常理事国 这个席位 驱逐了蒋介石 蒋介石集团 这个里边就有意思了 为什么呢 因为1950年联大呢 就是说就1950年年大 联大联合国大 联合国大代表 当时的蒋庭 当时是那谁吗 国民政府当中 就是蒋介石集团里的蒋庭府 蒋庭府当时投的赞成票 他投的赞成票 然后他之前投的 之前投的票 你是不能推翻的 推翻的成什么了 对吧 这叫precedence 就判立法 这是不能推翻的嘛 对吧 但是呢 这个使得朝鲜战争结束的法理地位 以及半岛的归属 中国成了关键者 为什么中国成了关键者呢 因为中国既可以加入联合国军的地方 又可以呢 以中国人民志愿军 然后呢 代表跟朝鲜人民主义 人民共和国绑定 然后跟北朝鲜结盟 就这么一回事 也就是说什么呢 联合在签字的时候 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的中国参战方签字了 26届联大 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了合法席位 这样一来呢 使得中国既有参加联合国军的权利 又有 但是参加联合国权利 只是法理上有这权利 实际是另外一回事 法理上有参加联合国军的权利 也有继续挑着中国人民志愿军这个牌子 然后呢 跟朝鲜结成血盟嘛 双方这么一回事 就是中国成了关键一方 那这样一来 情况就有意思了 在法理上 在法理上 朝鲜半岛的和平稳定 朝鲜半岛的中局 他掌握在中国手里 就法理上 他掌握在中国手里 同时掌握在联合国手里 也就是掌握在美国手里 联合国军吧 美国手里 这样一来 掌握在中国手里 掌握在美国手里 这样一来就有意思了 就使得韩国在这点上 真的没有什么决策权 就是韩国在法理上 他是没有决策权的 这是头一个问题的 控制不了 第二个问题的 控制不了是这个 韩国的军队的指挥权 是与美国绑定的 我说的是指挥权 我没说发动战争的权利 韩国军队的指挥权 也就是说在战场上 作战 制定规则 排兵布阵 这是由美方来决定的 比如说之前2017年 一年一度 在韩国有一次军事演习 大概是三月份 如果今年还有的话 马上要开始了 叫关键决断 关键决断 这个军事演习是什么呢 它是一个群众 大众化演习 也就是说 有美方主导 然后韩军 美军都要参加 韩国的预备役 包括高中生和大学生 都要参加 关键决断 军事演习 啥意思呢 就是它为的是什么呢 就是朝鲜这边打过来了 打过来了 这些朝鲜 韩国的这些民兵 韩国的这些预备役 韩国的这些军队 美军的该如何配合 然后呢高中生啊 大学生该如何转移啊 如何组织起来 它这么一回事 关键决断 目的是这个 但是呢 有人说呀 这个韩国的发动战争的权利 还在韩国这边 韩国就是发动战争的权利 在韩国的议会啊 韩国的政府 但是即便是这样 它也选择权 也不在他们手里 首先是什么呢 我不说了吗 战争的指挥权 就战场上的指挥权 在美国这边 这个东西的取决一点 取决一点是什么呢 就是说 美国对韩 就是韩国民众 对美国的信任度 这里边反映的是 美国自己的政策 如果美国走的是什么呢 走的是这个 走的是这个 美国第一的 这条路线 把韩国到时候抛弃了 把韩国到时候抛弃了之后 那韩国情况 就非常非常惨了嘛 就非常非常惨 就非常非常扑朔迷离了嘛 所以呢 但是呢 如果美国决定参战 美国决定就是说 接着保卑韩国 那这样一来呢 美国将在战场上 决定韩国的命运 也就是什么呢 韩国本身 他的军队的指挥权 被与美国绑定 他在这方面呢 他不确定 另外一方面啥呢 韩国的国内政治 韩国的国内政治很有意思啊 首先呢 他分两大派 一大派呢 是一派呢 是进步派 就比如说李在明这一派 李在明之前呢 有金大中 有卢武炫 有文在寅 他们对这个问题是啥呢 相对来说务实 走中间路线 然后另外一派呢 就是保守派 什么李明博呀 包括之前朴正希 李明博呀 朴槿惠呀 尹熙悦呀 他们的意识形态呢 是反共啊 反共 极右翼 民粹 亲美 然后有人说呢 你还没说世大主义呢 世大主义是这么回事 韩国的世大主义呢 主要是跟这个保守派绑定的 在韩国本 国内呢 叫生存主义者 survivalist 叫生存主义者 生存主义者这么说的 谁是地区霸权 他们认为谁是地区霸权 就与谁结盟 常规操作呢 是与美国结盟 就侍奉美国嘛 区霸权是美国 那我要侍奉大国 你要侍奉美国 但这里边有一个问题 如果中国某一天超过美国 怎么办 那有人说世大主义 可能会说 他们振前反水 反水说我要支持中国了 但是支持中国 不等于说中国会接纳他 因为这里边有一个问题 是在这块呢 就是啥呢 朝鲜半岛啊 他现在啊 是两个政权 一个政权呢 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他所代表的是 去殖民化和去中藩化 然后呢 韩国即便是世大主义 他准备投靠中国了 那选择权在中国这块 为什么呢 中国这块呢 中国的立国之本是什么 反帝反封建 去殖民化五项原则吗 这是中国的立国之本 中华世民共和国 立国之本是这个呀 输出革命啊 红旗插遍 五周四海 解放全人类啊 共同发展 共同富裕 是这个 所以即使在地缘利益面前 有人说是地缘利益 两个朝鲜半岛应该分开 两个国家 这样对中国的地缘利益 是最大的 但是你别忘了 朝鲜半岛是因为什么分开的 是因为牙尔塔体系 是因为牙尔塔协议 你也别忘了 中国是牙尔塔体系的受害者 别忘了 中国是牙尔塔体系的受害者 中国是牙尔塔协议的受害者 什么唐努凉海啊 外蒙古啊 吕顺的中东路啊 不都是这些东西吗 中国是牙尔塔体系的受害者呀 然后呢 中国的选择就至关重要了 那中国的选择是什么 如果中国还站队第三世界 中国还谋求他自己说的这个 共同发展 共同富裕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话 这个时候 我个人觉得 在那一天的时候 中国应该会选择朝鲜 中国会选择朝鲜 中国不会被背蒙的 选择朝鲜朝鲜统一韩国 也就是说 韩国的世大主义者们 到时候想侍奉中国 门都没有 门都没有 这个是地缘逻辑 也是地缘意识形态逻辑 也是与时俱进的这个政治思想 包括政治正确 政治正确就是反帝反封建嘛 拥抱第三世界这些东西 他这个东西的逻辑都在这块 都在这块 所以中国的选择 他不仅取决于地缘地缘利益 他还取决于中国在世界上的形象 以及中国在世界上的 中国在世界上的利益 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到底是什么 你如果说把朝鲜半岛分开了 或者让韩国的世大主义者得逞 然后呢 甚至韩国统一朝鲜的话 那务必肯定会失去到了什么 肯定会失去第三世界 第三世界会另眼看你 那这样来对中国反而不利了 对中国反而不利了 那话又说回来 就是说无论是朝鲜韩国这方面 哪怕就是说他发动战争的权力在自己手里 他选择与美国战队 他取决于美国 世大主义者如果反水 他取决于中国 依旧自己掌控不了 他掌控不了自己的命运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呢 就非常非常清晰了 就是半岛局势啊 跟台海一样 这里面也包括日本 取决于中美之间的关系 为什么这里包括日本呢 因为朝鲜战争当中 1951年呢 日本和美国啊 搞了一个旧金山合约 旧金山合约呢 中国没有参加 然后中国也没有承认 中国没有承认 所以呢 旧金山合约 就琉球群岛啊 日本的问题啊 它合法性是存疑的 而且这个东西 也是跟朝鲜战争绑定的 也是跟朝鲜战争绑定的 也就是说什么呢 半岛局势 日本台海一样 取决于中美之间的关系 也就是说 在实力上 在利益上 在这个地缘政治上 他朝鲜 韩国 他是 韩国 他是掌控不了 韩国是掌控不了 自己的命运 所以这个就是问题所在 也就是什么呢 你朴镇 有人说朴镇 为什么碰瓷中国 朴镇碰瓷中国 我刚才说了 利用挑动外部矛盾 来团结内部 同时希望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尹熙悦政府 我们知道 保守派的 支持率非常非常的低 通过呢 转移矛盾 来争取支持 转移什么矛盾呢 因为韩国对 韩国普通民众 对中国的态度 非常非常的负面 对中国的反感度 超过80% 甚至超过90% 那这样一来 把中国反中 这个东西当成工具 把反中的 CSD当成工具 跟美国差不多 当成工具 这样一来呢 可以团结 韩国的人 然后呢 团结内部 使得 使得呢 他这个政权 他这个政权 他这个政府 在国内 合法性就提高了 合理性就提高了 这么一回事 他自己那种 小小小算盘 自己的那种算计 第二是啥呢 利用地缘矛盾 绑定美国 要挟中国 比如说萨德 我现在要不出萨德了 美国人要来了 你害怕 你害怕 可以 好 给好处 给好处 这叫要挟中国 还是什么呢 安全靠美 经济靠中国 啥意思 我在安全上 与美国绑定 绑定了之后 然后呢 我拿台湾 拿什么问题 做文章 做了文章之后 中国你担不担心 你要是担心 给好处 你给好处 你多给好处 然后呢 我就闭嘴 我就闭嘴 知道吗 就做那么一回事 等于啥呢 吃饭砸锅 吃饭砸锅 这是中国周边的 很多国家 一直以来这么做的 之前中国实力 还不如美国的时候 实力不及美国的时候 一般的情况下 你就过了 给点好处也行 现在呢 中国的实力上去了 尤其是可以跟美国 分清抗礼的时候 你们这些国家 还这么开 那之前这个旧账 咱得好好算算了 这就是为什么 中国这次应对的方法 直击要害 简单粗暴 清晰明了 这个已经超过战狼了 这已经不是战狼了 战狼只过顶点嘴 这个已经不是战狼 这个直击要害 直击韩国 立国的合法性问题 也就是说什么呢 中国本不应该承认 大韩民国 本不应该承认大韩民国 你不遵守一中 那就等着朝鲜统一韩国了 你就是一个南朝鲜 你不是金斯雀 你就是那史克朗 明白不 这就是实话 这就是实话 怎么说呢 有一点东西呢 咱必须得说 朝鲜统一韩国 对中国其实是有利的 为什么呢 你说美国 如果美国灭掉了 那朝鲜统一韩国 是另外一回事 美国依旧会在那 西方这个体系 就会在那 以后很有可能 是中美军事 中美军事会很多年 朝鲜统一韩国 对中国是有利的 这关键在这 而且呢 现在这个问题是什么呢 本来朝鲜统一韩国 是对中国有利的 本来我还找不到 这个借口呢 你现在隐习越政府 给我送枕头 那也真是绝了 好了 这期节目就到这 喜欢大野猫节目呢 别忘了点赞评论转发 没订阅 请订阅一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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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